影片不再让你孤单在香港举行慈善手应礼 影片的主创除了男主角刘烨没有出现之外 导演刘伟祥带同妻子到场 女主角舒淇以露肩碎花短裙 粉红格子Lagging和粉红色闪石高跟鞋出席 连电影插曲的演唱者张旭友 也趁着巡演暂告一段落的空档现身支持 与舒淇一见面就拥抱 而早前舒淇轻比为电影名题字的束缚 就以20万港元的高价被一名商人投货 获得高坤慈善基金的创贷人 光坚之父高坤也到场力挺 本来是导演要写的 本来导演自己拿的毛笔在那练了很多 练很久练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后来他到最后就放弃了 所以就叫我来写去看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写的太好看了 他不想要公主的事 我也是一个很深的赏法 就是因为他是旅局长 然后他演了这么 演很多他知道他的心态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字 漂亮不漂亮是不重要 他很用心去写 然后他有这个感觉去写 我觉得就很好很好 对所以就是用这个想法 由于影片属于爱情文艺片 又被安排在五一黄金假期后才上映 加上同期上映的 还有一部类型相当的 有张子怡 郭富城和言的最爱 所以导演跟舒奇在影片上映前都备受压力 随之在内地上映一周 票房成绩一片唱红 两人紧张的情绪才有所缓和 不过为了做好影片的宣传 导演除了在北京首映影上首次开枪唱歌 和舒奇也动用了圈内一大片的人脉关系 对啊 我等好久 我以为你要跟我唱歌 结果原来没有 害我很失望 拿个借他过来 有没有借他 现在借米的 我们都唱了很多 唱了很多 唱了很多歌 因为亚恒施是很多朋友 好像何恩施 李宇春 李文乐 曾一剑 曾一剑 Edison 陈坤西 很多人已经跟我唱了很多次 他们也很帮忙 所以其实金汤这个机会是真的很谢谢他们 然后其实亚恒很多朋友很帮忙 像郎秋伟 周旋 周旋 陈坤 还有 其实 刘德华也很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也很挺着这个电影 所以谢谢就会谢谢他们 由于香港观众暂时还不能看到此片 以致本地媒体对于影片本身的了解也陷于皮毛 有记者想打破影片笼罩的沉重气氛 向导演和舒奇打听拍摄当中的趣事 结果讨了个没趣 没有什么趣事的 拍这部电影我就欠他两千多万 他欠很多钱 因为我们拍这个压力很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空就去打什么羽毛球 我就赢他很多朋友 所以他赏了我很多钱 没有就大概我们 其实我觉得这次拍这个不再让你孤单的时候 这两个多月 所以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 因为第一是文艺片 然后大家都会很担心 比如说票房那时候 然后第二就是口碑 有时候我们自己哭不代表观众会感动 所以那个导演在拍的时候 就给我们一个很多 也不能讲压力 就是大家看了剧本之后 都想要把整个比较平民生活的东西 演得贴近现实社会面一点 所以这两个多月 我觉得我们都是在那种 很高压锅的状况之下度过的 搜狐一乐播报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